一名女子倒在地上 身體全群 手抱著腳 表情痛苦 好幾名員警在旁 女子一度還想硬撐爬起來 好啦 我們幫你啦 不要沉強了啦 最後被救護人員合力 抬上輪影送衣 持她摔傷不是車禍 而是為了躲避員警 從商旅的五樓 跳到隔壁的民宅頂樓 因為她是名毒品通緝犯 在更早之前 警方獲報有人遲到姿勢 還在商旅找到另一名 二十三歲的張姓男子 而且頭部也受傷了 頭流血跟有差產 事件發生在高雄新興 五號上午九點多 雙方疑似在街頭鬥毆 引來警方關切 現場抓到通緝犯 還發現傷者 但雙方相當低調 果然另有引擎 警方在多天的追查之下 繽紛多錄醫 把涉案嫌犯逮捕 這個舞女跟被害人 梳某的糾紛 前往文武二街 找被害人尋求知識 探險到了現場 見到被害人 懸進拿持刀追砍 一共鎖定四人 涉及暴力犯罪 其中有兩人正被通緝中 而警方在屋內起貨 各式刀械還有斧頭等工具 經過調查證實有接頭暴力的行為 而事後四名嫌犯被依照殺人 妨害秩序等罪嫌移送 T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